小S非常有趣 他是 他是前面比我還焦慮的人 他就會一直說 陶姐我們到底講什麼 我跟你講真的很害怕 我們這樣就夠了嗎 我們這樣會不會不好笑 然後後來我手機裡還有 他跟姐夫在家裡面練舞的片段 我說 我可能要加入你們一下下吧 你們要不要跳給我看 然後他們就在 兩個就在家裡穿著短褲這樣在練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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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到黄子 其实胸部是很后来临时才说有这个惊喜 然后本来惊喜讲制作单位说要瞒着我 我想我会在台上失控 那S很够意气 他就说我不能隐瞒我的搭档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 然后就说我们要怎么来进行这一段这样子 然后就很欢迎非常欢迎姐夫来 玉凤说他的国语讲得很标准 对 有练过啦 因为他说 S是我的小姨子 然后他说我是他的偶像 然后在瑞稿的时候 S就说 你干嘛加这句啊 就不准 不准他说我是他偶像这样 然后有人说 TICC到小巨蛋 两年多 对然后不吃了 Stella Yu说 S吃豆腐吃好大 我不敢吃 因为我老公有在看 小S非常有趣 他是 他是前面比我还焦虑的人 他就会一直说 陶姐 我们到底讲什么 我跟你讲 真的很害怕 我们这样就够了吗 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好笑 然后后来 我手机里还有 他跟姐夫在家里面练舞的片段 因为很临时 但是前一天才知道姐夫要来 然后我们就在想 那他出来要怎么出来 要跳那个舞 然后呢 我说 我可能要加入你们一下下吧 你妈妈跳给我看 然后他们就在 两个就在家里 穿着短裤这样在练习 然后只能说 非常的可爱 然后S超紧张 然后就会时不时的 就会留言给我说 好姐 我们什么时候要轮一下 我发现呢 他是前面紧张 可是一上台就挥洒自如 然后我是前面不紧张 后来发现我背不前 我自己写的小作文的时候 我就疯了 我想到 脑雾 我怎么办 我快疯了 是